洪开台情欢相远,新发神尾又要换界了,从时间上看,这一介发神尾换界,与被延迟的注册制改革,将重新提上意识事成应有更大的关系。 自注册制改革被再次延迟后,不知是由于某种刻意,还是非刻意的规模如深? 这件事似乎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线,就此而言,新发神尾如果还是穿心鞋走老路,责换与不换又有什么太大区别呢? 问题要敢于正视,抓住并解决,刘氏与主席上任初始曾说,注册制是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石,并明确表示, 必须搞,如果说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非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的监管制度,等确实反映了A股市场和成熟市场在历史背景和法治环境方面的某些差异,一旦实行注册制改革,在这些方面势必也将有可能会遇到不小的困难,但这也并不可以作为不再聚焦注册制的理由。 注册制改革被延迟多年,至今对于要不要推行和如何推行,仍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问题无处不在,敢不敢证实问题,抓住问题,并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结果必然大不相同,但令人遗憾的是,恰恰的注册制改革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资本市场似乎呈现了选择性的人格分裂,将问题不离不饶, 将改革深加隐晦,似乎除了绕道而行,没有一条路可以通往注册制。 不可以否认,这些您A股资本市场在重视监管,加强监管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绩。 监管层一方面坚持不懈地实行监管前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查到底,甚至是腾摸瓜追查到海外。 对一些信息披露,不需的带病,IPO严格法官,弄虚作假欺诈上市者毫不留情,得予以强制退市。 另一方面,对于操纵市场,操纵价格,扰乱市场秩序,强化市中事后监管更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重监管,严监管,强监管,不仅维护了市场秩序的稳定,更是其致鲜明必将显了市场的正义。 不过,在证券法上未修法大位的前提下,新时代的投资者保护还是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新问题,上市公司为把造价欺诈,然又没被退市的案例存在。 一些受害的投资者所配无据,如果投资者保护,都可以被所谓的投资者教育替代。 那么依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岂不也可以将投资者一切的亏损问题都打发给投资者去寻找自身的问题了吗? 这有哪里还有什么实质性的投资者保护可言呢? 问题不会因刻意或非刻意回避花有为物,历来市场暴跌的一些深层次原因告诉我们。 有些风险并不是投资者,想回避,就能回避得了的。 2018年,正当一度冲上3587点的股市,仿佛给人们带来了重回牛市之幻觉的时候, A股突如其来地提供特别通道的方式,推出独角兽IPO和CDR。 如果不是小米情缓,BEDG等独角兽巨头圈前的胃口, 一定不会比一开口就是数十亿数百亿融资规模的富士高门小多少。 CDR虽然之后被暂停, 但市场却被一个比一个更为巨大的融资圈前意图吓怕了。 至今也未能恢复元气,独角兽上市不仅有可能遇到同股不同权的问题, 还有个高新技术企业,盈利不盈利的问题, 美国由于早就实行了注册制, 这些都不再是问题, 但香港就不同了, 因纠结于同股不同权, 而措施了阿里巴巴之后, 香港监管曾主动发动了一场渗入人心的大讨论, 才有了接受这医生和制度性变革的思想准备和可行性行动计划。 至少,香港的发行制度, 通过这一次的改革和创新, 或不无希望的向注册制更靠近了一步, 而我们却想在人家前头搞引进独角兽这种新鲜事物, 快则快疑, 不料却除了快出即不可待, 的独角兽打圈钱之外, 不仅再次给市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市场对于注册制的恐惧, 无情之中, 自已进一步有所加深, 市场一次又一次的因为政策变化的突如其来, 引发了重大的动荡, 且市场的动荡又无不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亏损, 可政策面却没有一次微导向, 对投资者保护采取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的对应措施, 相反, 就在股市一次又一次的暴跌, 甚至跌破熔断底的时候, 有关方面非但没有引起拥有的反思, 反而借入负的民意, 更进一步, 扩大了引外资入市的比例, 但这支被当成中国股市未来胜利军的挽源, 能否真的会成为救苦救难的解放军? 人结果还有待观察, 问题是客观的存在, 不会因为任何刻意, 还是非刻意的回避而怀有为无, 相反, 只有正式问题, 才有可能更好的发现问题, 和有效的解决问题, 只有找到客观存在的问题, 才谈得上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 从而顺利的将改革推向前进, 并在前进的道路上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对此, 我们应该唤起必要的理性认识, 和应有的责任等等,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